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库尔斯克方向的最新情况 首先,今天库尔斯克方向在格斯科夫斯基地区的战斗仍在持续 乌克兰武装备试图突破定义点 在克拉斯·努克·蒂亚布尔斯基和维赛洛耶方向 劉比·莫夫卡方向,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 哈尔科方向,俄精锐部队反击乌军 现在在沃尔·昌斯克方向,双方发生了最大估计的交火 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科方向的情况 首先,截止24号,库尔斯克科热涅夫斯基地区 在奥尔格·夫卡驻地有无人机首出现 刘比·莫夫卡地区的战斗呢 俄战机对托尔斯泰鲁阁方向苏甲高冲路进行了大弯轰炸 可以看着画面啊 那乌军的装甲车被完全摧毁 此外,在苏战基地区,俄武装备还控制了马来亚洛克尼亚 这个方向呢,是 俄军先对当地的乌军阵地进行了大空空袭 并发射了制造炸弹 马来亚洛克尼亚方向的这个被解放的 也是苏战基地区啊,新的取得了这个新的船工苏甲方向 在切尔卡瑟·布里奇·尼奇·马尔地·尼弗卡 俄乌双方的进行了激烈的这个巷战 苏梅地区和猎户座无人机 使用导弹摧毁了巴布洛卡附近乌军的一辆工程车 俄国防部呢,今天也公布了库尔斯各方向啊 俄军最新 那么俄德斯国防部呢,今天公布的最新战报显示呢 截止25号啊,俄德斯武装部队继续在库尔斯各方向啊 清理乌军21、22、47计划旅 第17坦克旅、95空军突击旅、36海军乱旅、112、129旅 乌军的特种部队啊 在莫比、刘比、莫福卡、达里诺、辛普特、尼格拉伊沃等地 乌军过去24小时 两次反击被击退 乌军伤亡15人 那么一辆装甲车、两辆汽车被摧毁 一名乌克兰武装队的军人被俘 乌军航空兵啊 对辛普特等地的乌军阵地经营了三次打击 击退了乌军,乌军损失50人 三辆坦克、一辆不战车、一辆装甲车、一辆汽车 乌军的第21、22、41、61、115计划旅 17坦克旅、80、95空中突击旅、36海军乱旅、103、116、129国土防御旅 以及在苏梅地区的21、22、41、47、15计划旅、82、95空中突击旅 共损失达到300人 7辆装甲车、3辆坦克 其中有2辆是德国的豹式坦克 1辆不战车、3辆装甲车 达尔格斯在苏梅地区的无人机的袭击 今天乌克兰方面公布了最新的照片显示 俄军进行了无人机升级 这次使用的新型的无人机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无人机和过去俄军的黑色无人机不同 它是一款浅色无人机 所以这款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正在进行拆解 也有可能这款无人机是俄罗斯进行的诱饵 来欺骗乌军的防空系统 来消耗乌军防空系统的诱饵弹 诱饵型无人机也有可能 所以苏梅地区俄军使用多种型号的无人机 另外乌克兰方面也公布照片 大家看新链卫星系统 乌克兰的无人机 是俄罗斯的无人机 俄罗斯的无人机上面使用了新链卫星 这个新链卫星的这个 它如果布置在这个无人机上面的时候 它可以使用卫星来制导 那这样的话地面或者是乌克兰的这个防空系统 基本上不能进行干扰 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呢 因为马斯克已经允许在俄境内恢复新链卫星的这个定位 那么也就是说在俄境内啊 在俄罗斯领土境内 那所有的这个新链卫星这个终端都可以使用 那只要是在俄罗斯境内合法买到新链卫星 不管是什么手段 只要创到无人机上面 它就可以定位 这个很有趣啊 就美国人一边是支持乌克兰打俄罗斯 另一边呢在俄罗斯境内恢复新链卫星的使用 你可以看着美国人啊 了不起 两边做生意啊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马斯克是天才啊 真的真的了不起啊 他两边都能 他都能游刃有余 咱们来看一下哈尔科方向情况啊 可以看一下这哈尔科方向情况 目前哈尔科方向呢 在格罗伯科和沃尔昌斯克方向呢 截至25号16点啊从利布奇到沃尔昌斯克整个前线啊 恢复激烈战斗 那现在在沃尔昌斯克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啊 俄军呢是 完全摧毁了沃尔昌斯克方向的这个骨疗厂 可以看一下现场画面啊 这个骨疗厂呢之前被乌军夺取了 俄军呢全部撤出 乌军呢夺取这个骨疗厂以后呢 俄斯方面才开始大规模轰炸啊 这个骨疗厂呢是俄军坚守了三个月 还是被乌军夺取 但是随后呢 俄军就把这个骨疗厂完全摧毁了 所以现在来看呢 在沃尔齐亚和过境点啊 双方工业区内进行了激烈的相展 目前呢双方沿这个舍不停戈大街啊 进行对峙 所以这是今天沃尔昌斯克方向 发生最大规模的这个战斗啊 这个沃尔昌斯克本身呢 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啊 已经整个城市没有移动完整的建筑啊 虽然我关注这个沃尔昌斯克方向啊 报道的呢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战斗没有停止过 就每天呢 实际上这个各个方向都在进行激烈战斗 大家可以想象啊 这种规模的战斗 每天都在进行 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那这个弹药消耗量 这打的就是钱啊 你想一想 这每一炮 上千美元上万美元出去了 打了三年呢 想想这是多少钱 你可以想象这个战争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带来的 这个经济的压力 目前在沃尔昌斯克以东啊 俄攻击部队呢已经控制了帝霍伊西南西北交 乌军呢已经被赶出当地的几个阵地啊 该地区呢目前处于双方争夺 向战阶段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另外在库比扬斯克方向啊 在斯瓦托前线 俄军呢也已经取得突破 我把库比扬斯克方向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库比扬斯克方向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俄军呢现在在佩斯恰诺伊方向取得突破啊 佩斯恰诺伊 在这个位置 目前的俄军呢是已经到达奥斯基尔河东岸 距离奥斯基尔河只剩下2.5公里 在这个位置 那么写计说 俄军很快将完全切断奥斯基尔河方向 乌军的这个估计通道 我呢会持续关注这个库比扬斯克方向啊 因为这个奥斯基尔河方向其实非常关键的 除此以外呢 俄军方面呢 战机进入到日本领空 现在很多人也关心这个事情啊 我呢通过这张图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这个 在日本海方向啊 双方的这个经过 可以看一下日本对中俄战机进入日本领空 日本方面呢进行了警告 俄罗斯战机呢主要是在这个北部 这个方向 看到了吧 沿北部这个方向 这张图看得更清楚一些 进入到日本领空 这儿 擦个边 日本呢是出动F-15 在这个方向发射这个照明弹 一二三十八 俄军的一二三十八飞入领空 三十八在这个北方四岛方向呢 进行这个巡航 飞入领空 F-15出动以后呢 也在这个方向进行拦截 是在北海道的这个西北角 中国战机呢 是进入到日本的这个西南部 西南部 在这个方向 中国是出动了这个战机 在这个方向巡航 日本方面也出现的是F-15战机 但是没有发射这个照明弹 这是中俄战机的情况 周一呢 日本的媒体呢 证实一架俄罗斯军机 进入日本领空 日本飞行员呢 是自1958年首次使用红外对抗 紧急升空 事件发生在北海道的 里门岛附近 一流身 一二三十八 巡逻机 以这个只字形飞行 三次进入日本领空 三次进入 那中俄呢 北部联合2024演习 目前正在这个厄货次海方向进行 所以这一次呢 一二三十八的行动 其实也是中俄联合演习的训练的一部分 那俄罗斯飞机呢 实际上呢 从1991年开始啊 就经常进入日本领空 经常飞入的就是这个李文岛 这个实际上呢 没有引起过日本方面特别的注意 但这一次日本方面升级了 突然发射这个照明弹 应该是军方下令的 也91年 苏联解体以后啊 俄罗斯军机多次曾进入这个方向 但日本方面反应没有这一次那么强烈 可以看到日本现在有点 害怕自己变成第二乌克兰啊 让美国 对吧 当工具 所以自己呢 现在对俄罗斯和中国 你可以看他现在也非常紧张 不能让对方靠近 但自己呢 又不敢 得罪美国 所以日本被夹在中间 你说美国让他去打中俄 哪个他都打不过 不打的话又不行 不打的话又被美国打 这是日本的命运 很有趣啊 他最担心的自己变成第二乌克兰 另外呢 中国的运九侦察机也侵犯日本领空 发生在长期 随后日本军机升空 但没有进行射击 日本军方的反应呢 也反映出日本现在和莫斯科之间 整个状况是相对于中国更加紧张 这个大家呢实际上有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 主要是因为北约已经进入到日本 进入到东北亚 而美国现在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是围堵 是对抗而不是把中国放在俄罗斯前面要进行 彻底的对俄罗斯进行战争行为 叫肢解俄罗斯 先肢解俄罗斯 然后才是中国 所以现阶段 你看美日对中国的态度 对俄态度不同 那么有时候对待中国呢 没有像对待俄罗斯 那么严酷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日本对俄罗斯军机发射了这个照明弹 那这个起事件呢发生以后呢 美国呢同日本韩国的这个外长外相都进行了会谈 24号时候呢 美国的布林肯会见了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领导人 那谈到了两国领导人联合峰会 并计划设立秘密入处 负责华盛顿韩国日本之间关系系调 那国家之间呢 现在可能要进行准联盟 也就是韩国日本和美国进行准联盟 来针对俄罗斯 美国这个十一份大选呢 实际上给这种关系呢 蒙上了阴影啊 因为如果川普获胜的话 那么川普很有可能不会支持美国和韩国和日本 现在这种关系 川普要对韩国和日本动手 来收更多的钱 日本和韩国关系呢也可能出现变化 因为9月底 这个自民党的总裁 岸田文雄呢 已经宣布啊 他不会竞选 那么新任保守派的这个自民党 他们的新任领导人对韩国的态度可能要比这个岸田文雄 这个相对温和派更加强硬 就是韩国和日本之间新的日本首相对韩国的态度 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个岸田文雄 对韩国可能会更强硬 那么韩国就很难和日本来结盟 你看这个东亚这个国家很有趣啊 都围绕着美国转 但是呢各自之间 因为各自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的不同态度 互相之间的有近有远 那总之呢 现在来看呢 美国呢正在东北亚打造联盟来针对俄罗斯和中国 但是俄罗斯是主要目标 那这是目前的整个东北亚啊 以及现在的俄战场的一个情况 那普京呢今天呢也发表了讲话啊 普京呢是召开了 这个画面是俄罗斯 可以看到俄罗斯这个弹道导弹 试射失败啊 可以看这个微星图 这是原来的啊 没爆炸之前的 这是爆炸以后的 俄罗斯的这个 萨尔玛特爆炸 那这次萨尔玛特爆炸呢 从这画面中可以看到 炸出了直径60米啊 直径60米的一个深坑啊 这次爆炸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是发射失败啊 但中国呢是成功发射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今天召开了紧急的联邦安全会议 我能给大家翻译一下 普京这次讲话 普京在会议上说啊 使用核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极端措施 有关向俄罗斯联邦发射空天攻击武器可靠信息将导致核反击 对俄罗斯联邦主权非核武器严重威胁将成为核反制基础 俄罗斯有义务考虑自身及其盟友出现新的军事威胁和风险来源 俄罗斯保留在白俄罗斯遭受侵略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在获得有关在越境时大共和发射导弹无人机可靠数据后 俄罗斯联邦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 普京接着说 俄罗斯联邦对核武器问题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 努力防止核武器及部件扩散 俄罗斯扩大受核威胁国家和军事联盟类别 今天的三维一体核力量仍然是我国安全最重要保障 文件的更新版本中提议将任何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 对俄侵略是为对俄罗斯联邦的联合攻击 俄罗斯的安全会议讨论了核威慑 相关的这个文件的修改 也说对那些无核国家俄罗斯未来也可能攻击 因为你是对有核国家进行了重新武装 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进行武装以后 对俄罗斯联邦本土进行打击 那么你这些无核国家也会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瞄准的公交 其实只是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美国就是背后的怂恿乌克兰来攻击一个有核国家 那么俄罗斯也会使用核武器 那现在看俄罗斯对核武器的使用越来越 进入到一个临界状态 对这个世界来说其实并不是这么好消息 这是今天的俄罗斯战场最新情况 那么现在来看俄罗斯方面的使用核武器 这个门槛越来越低 北约还有美国不断的挑动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核设施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对整个人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俄罗斯现在它使用核武器 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 所以门槛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 各国有智慧的领导人都会警告乌克兰 都会发出明确的声音 也对美国施压 而不是挑动去攻击俄罗斯 这样的领导人是对整个人类不负责任 如果整个世界发生核大战的话 谁都跑不掉 我会迟疑关注汇修工的消息 我第一声要分享